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曾心盈 曾心盈嫁给郭台铭15年了,虽然早已成为三个孩子的母亲,但围绕在两人感情周围的各种异文趣事,依旧被外界津津乐道。 曾心盈和郭台铭,一个出生于1974年,一个出生于1950年,除了年龄相差24岁,家世和背景更是近乎将两个人物理隔绝了。 即便如此,上天后来还是为两个人的相遇创造了十分隐秘的条件。 这条件便是郭台铭发妻林书如在2005年的病逝。 因为外界很快发现,林书如去世刚一年左右,郭台铭就在上海跟异性放飞自我了。 绯闻发酵期间,一度也让大儿子郭守正感到不知所措。 他也清楚,纵然在孝顺也不能代替母亲在父亲内心的位置。 因此,父亲是否续显郭守正曾有过心理准备。 可让外界完全没有想到的是,郭台铭的感情在2008年上半年正式公开。 既不是此前的刘嘉玲,也不是后来的林志玲,而是外界此前完全没听过的曾心盈。 当时,曾心盈这三个字出现在八卦头条时,各路狗仔恨不得把它挖出来过一遍筛子。 于是本着不八卦会死人的初衷,最富娱乐精神的传闻版本便出现了。 郭总年会之前邀请了林志玲出席,林志玲于是找到舞蹈教练曾心盈,让其指导自己以及郭总跳舞。 原本郭总看上的就是林志玲,谁曾想曾心盈的出现扭转了局面,最终没林志玲什么事了。 2.林姿佑 林志玲在一档节目中表示老公小亮哥疑似患痴呆,出现失智情况,让林志玲十分担心,害怕老公小亮哥会不会忘了自己。 根据林志玲所说,小亮哥会忘记带手机或者没有关煤器,林志玲十分担心,所以一直陪伴着小亮哥。 小亮哥在台湾算得上是资深艺人,同行出道的他知名度很高,他的妻子林志玲比他小了13岁,所以当小亮哥上门提亲时,遭到了林志玲爸爸的强力反对。 据了解,最后是小亮哥软磨硬炮去提亲了三次才成功。 小亮哥与林志玲结婚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婚后两人也是很甜蜜。 林志玲也是十分温柔贤惠,两人还有一个儿子叫王汉谦,两人还一起参加了很多节目。 二十多年如一日的生活,在别人眼中,两人就是一对模范夫妻。 林志玲曾透露他和小亮哥之前曾出现过小三,林志玲有一位好闺蜜,但是这位闺蜜喜欢当小三。 林志玲在生完孩子之后邀请朋友来加利湾,有一次听到她的闺蜜给自己的老公说了一些露骨的话,这让林志玲十分生气。 但林志玲在节目中分享自己有对付小三的诀窍,不动声策,减少往来,检查手机等。 在林志玲知道自己闺蜜这件事后,便很少让自己的老公与自己闺蜜见面,不让两人有接触。 这些妙招也让她的婚姻可以一直平稳地走下去。 三,翁帆。 2004年,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在82岁高龄时突然想要迎娶28岁的硕士研究生翁帆。 消息传出后,一片哗然,人们怎么也想不通,这对相差54岁的忘年恋怎么就走到了结婚这一步。 其实一开始,杨振宁对杜振宁发起了猛烈的追求。 杜振宁是著名将领杜玉明的女儿,是典型的大家闺秀。 同样在国外留学的两人在一家餐馆吃饭手遇,杨振宁后来把她娶回了家。 婚后,杜振宁为杨振宁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相伴几十年,杜振宁几乎没有让丈夫在日常生活中操意一点心, 家里的事物巨细都是她在安排。 在杜振宁的照顾下,杨振宁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返奖时,杨振宁把杜振宁也带到了现场, 感谢她这么多年为了她的默默付出。 杜振宁去世后,杨振宁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害怕。 她曾在采访时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 19世纪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哈密顿在太太去世后过了相当漫长的孤独日子, 甚至在书页上都有饮食的污渍。 就在她孤寂无疑时, 翁帆的出现弥补了肚子里离开的空白, 让杨振宁早已沉寂的内心重新焕发了青春的火力。 一开始,杨振宁通过邮件把无处可寄托的感情都倾诉给了翁帆听。 翁帆很有耐心,一直宽慰她许久。 后来,她对杨振宁诉说了自己失败的婚姻。 一来二去,两人竟产生了行星相惜之感。 虽然他们之间有54岁的年龄差距, 但沟通起来丝毫不会觉得费力。 慢慢地,两人之间的沟通也从邮件变成了电话。 随着打电话的时间越来越长, 两人的心中有了些难以名状的倾诉。 直到2004年12月22日, 在众人的惊诧、质疑和不祝福的声音中, 杨振宁和翁帆在汕头等级结婚。 4.贺顺顺 贺顺顺是谁? 今天这么一问,恐怕没几个人能回答出来。 但若将时光推回到90年代初, 这个名字在很多人那里却是如雷贯耳。 倒不是因为他是什么当今世界书的名模, 也不是因为他是什么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而是因为他嫁了一个很有名的老公。 而他的这个老公虽然赫赫有名, 但论个头却比赫顺顺矮着两公分, 论长相脸上写着沧桑, 论年龄偏偏又比他大了18岁。 赫顺顺从小就学习舞蹈, 长大后成了一名舞蹈演员, 在北京发展。 也正因为如此, 1991年的时候, 他有机会参加了一次全里人的聚会。 那次聚会上凌峰也在, 正是从这时起两人开始相识。 虽然对长相不感冒, 但凌峰的才华, 谈吐, 机智和幽默还是深深吸引了赫顺顺。 另外, 凌峰的长相特点也让赫顺顺一下子就记住了他。 当然, 凌峰也一下子被这个温柔闲静, 身材曼妙的姑娘吸引了。 心中虽然互生好感, 但在感情方面, 凌峰还有所顾忌, 因为毕竟自己离过婚, 还大着赫顺顺17岁。 可赫顺顺的温柔与美丽在凌峰心头总是挥不走抹不去。 随着时间流逝, 赫顺顺这边也渐渐地被凌峰身上的那些优秀品质所深深吸引。 后来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的两人正式开始了恋爱关系。 1992年12月, 两人的女儿诞生, 凌峰给她取名为王天玉, 寓意上天玉刺的天使, 小名叫柔柔, 寓意像她的母亲一样温柔。 5. 梁安琪 梁安琪, 她1960年出生在广州一个挺普通的家庭里。 然而14岁那年, 父亲突然被查出胃癌, 没多久就去世了。 家里的顶梁住导了, 生活艰难, 梁安琪和母亲相依为命。 从前, 父母送梁安琪去学芭蕾, 她经常跟父母闹别扭, 哭诉练舞实在太辛苦太疼了。 可是没想到, 如今跳舞也能够成为谋生的手段。 更让梁安琪没想到的是, 因为跳舞, 她结识了改变她命运的何鸿燊。 尽管已经65岁了, 但何鸿燊看起来却一点都不闲了。 她精神状态非常好, 有绅士风度, 人也风趣幽默。 跳舞之余, 梁安琪跟何鸿燊聊起了家事。 何鸿燊和梁安琪一样, 都是童年家道中落, 小小年纪不得不外出谋生, 没有背景, 没有依靠, 做苦工养活自己。 相似的成长经历, 让年纪悬殊的两个人 感觉找到了知音, 每次跳舞聚会都有说不完的话。 何鸿燊非常同情梁安琪, 也佩服她小小年纪闯社会。 从谈吐中, 何鸿燊又感觉梁安琪 是个非常有能力有想法的人, 于是她把梁安琪 安排到自己家族企业里工作。 很快, 梁安琪就凭天生的好脑子 不仅熟悉了工作, 还完成得非常出色。 慢慢地, 两人公然牵手在公司进出。 梁安琪当然知道 大名鼎鼎的何鸿燊 早就已经有了三任太太, 于她而言, 这只不过是一段陆水情缘, 却没想到何鸿燊是认真的, 考虑了几天, 梁安琪答应了。 1989年9月份, 何鸿燊在香港寿山村道 买下一处面积 三千平方英尺的号宅, 作为她和梁安琪的爱潮。 6.方圆 2017年4月18日, 52岁的郭富城和30岁的方圆 在香港半岛酒店举行婚宴, 天王嫂的位置终于尘埃落定。 郭富城是四大天王中 结婚最晚的天王, 同时也是四大天王中 最风流多情的天王, 风流运势已落筐。 当初郭富城和名模 熊带领交往了七年之久, 很多人都以为 他们会修成正果, 步入婚姻殿堂。 谁也没有想到, 最后嫁给天王的 不是和他交往了七年的熊带领, 而是跟他在一起 经两年的方圆。 2015年12月1日晚, 郭富城发文, 这样开车要慢一点, 并配上了他和方圆的 前手照, 借此公开了 自己与方圆的恋情。 至此, 天王嫂的位置 由方圆接任。 方圆之所以 能接任天王嫂, 背后的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他出现的时间刚刚好, 此时的郭富城 驰骋情场多年, 玩也玩够了, 开始羡慕别人, 儿女成群, 他想要安定下来, 好好享受家庭的温暖。 恰逢此时, 年轻貌昧还善解人意, 对他百依百顺的方圆出现了, 一切都刚刚好。 2017年, 郭富城已经52岁了, 作为最后一个女朋友的方圆, 刚好赶上了天王 想结婚的时候。 这一年, 郭天王终结了 自己的浪子之路, 娶了想自己22岁的嫩魔方圆。 7. 何奥尔 2014年, 77岁的林建民和26岁的何奥尔 被记者拍到一起看演唱会。 在此期间, 林奥尔多次把头靠在林建民肩上, 两人举止亲密, 弯如热恋中的小情侣。 由于年龄相差太大, 何奥尔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被诟病未付还债, 不惜委身大自己51岁的老男人。 因不堪流言蜚语轻扰, 何奥尔玩起了消失, 不接任何人的电话, 并表示希望媒体能够给自己一些空间和时间。 何奥尔消失后, 林建民十分着急, 以至于当记者问起他和何奥尔的事情时, 他二度落泪并委屈表示, 奥尔不接我的电话。 其实何奥尔会选择消失也很正常, 或许是因为不好听的言论太多, 又或许是要面对这样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男人, 实在是心里焦脆, 所以他才决定反抗, 不想再受父亲摆布, 委屈自己。 他反抗的第一步就是消失, 不再和林建民联系。 反抗的第二步就是找一个和自己, 年龄相仿的男人谈情说爱, 例证自己没有叶孙恋。 2014年7月28日, 何奥尔被拍到与西贡帝王之子周子阳看戏《游车河》, 还把车停泊在路边忘情激吻。 7月30日, 周子阳承认与何奥尔拍拖, 叶孙恋的风波才因此告一段落。 曾欣盈, 也许有人不知道曾欣盈是谁, 但她的丈夫你一定听过, 她就是前台湾首富, 身家百亿美元的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 郭台铭和曾欣盈是在排练年会舞蹈时认识的, 曾欣盈虽然不是明星, 但却对很多明星进行过指导, 而且曾欣盈的身材很好, 所以还兼职模特, 拍案V等, 在圈内也算小有名气。 郭台铭看到曾欣盈的第一眼, 便对她产生了兴趣, 甚至有了把她取回家的想法。 虽然两人年龄相差了足足24岁, 但在郭台铭眼中, 再大的鸿沟都能用钱填平。 很快, 曾欣盈就被郭台铭的行为所感动, 彻底沦陷了。 2008年中旬, 郭台铭和曾欣盈经过一年的相处, 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2009年4月, 两人的第一个女儿出生后, 此后几年, 曾欣盈又为郭台铭生下一儿一女, 曾欣盈也母凭子贵, 坐稳了豪门太太的宝座。 林姿佑, 女星林姿佑在节目单身行步行透露, 因为自己比小亮哥小了13岁, 当时年轻的她在谈恋爱交往时, 很希望有少女谈恋爱的浪漫气氛, 但小亮哥正值事业巅峰工作繁忙, 得刻意抽出时间才能约会, 而且对方个性大男人主义不时爱监控她。 再加上小亮哥在房市上冷淡, 一周仅缠绵依次, 就算安爱了也不温柔, 更懒得做前戏, 交往七年后终于忍受不住爆发, 打算交个年轻男友享受, 便提出分手斩断这段情, 但小亮哥之后展开热情追求, 两人很快复合并结婚, 一年后生下小孩。 林姿佑也透露曾被第三者插足, 林姿佑有一位好闺蜜, 但是这位闺蜜经常插足别人的感情, 林姿佑在生完儿子之后邀请朋友来家里玩, 有一次听到她的闺蜜给自己老公说了一些露骨的话, 这让林姿佑十分生气。 林姿佑也在节目中分享自己有对付第三者的诀窍, 不动声色, 减少网来, 检查手机等。 林志玲, 在大学期间, 林志玲情窦初开, 有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男人, 可大学一毕业, 两人就分手了。 2001年, 林志玲和严承煦陷入了热恋之中。 2005年, 林志玲在拍摄广告时, 不幸受伤, 严承煦得知女友受伤后的态度, 这让林志玲感觉很失望, 随后不久, 两人就宣告分手了。 与之相比, 邱世杰得知林志玲受伤后, 给予她足够多的关怀, 两人就迅速陷入到了热恋当中, 但两人没过多久就分手了。 莫过多久, 林志玲就和设计师苏典中传出了绯闻, 两人还拍了一组婚纱照, 只是这一消息传出后便再也没有了下文。 除此之外, 林志玲还和陈永泉传出过绯闻, 但林志玲之母说他们父母相熟, 而陈永泉和女儿并不是很熟悉。 2011年, 林志玲曾应邀出席台湾首富郭台铭在小年夜举行的宴会。 当晚, 作为特别嘉宾, 林志玲与郭台铭还跳了一段热辣的探歌, 很快, 两人传出了绯闻。 2018年, 林志玲邂逅了日本男星黑泽良品, 短短半年的时间不到, 林志玲就高调地宣布结婚了。 赫顺顺, 赫顺顺嫁了一个很有名的老公, 这个男人正是音音曲小丑唱红, 因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被大陆观众所熟知的台湾知名艺人林峰。 赫顺顺从小就学习舞蹈, 长大后成为一名舞蹈演员, 在北京发展, 也正因如此。 1991年的时候, 他有机会参加了一次圈里人的聚会, 那次聚会上林峰也在。 正是从这时候起, 两人开始相识交往。 林峰虽然自己离过婚, 还大着赫顺顺17岁, 但随着时间流逝, 赫顺顺渐渐地被林峰身上的那些优秀品质所深深吸引。 1992年12月, 两人的女儿诞生, 林峰给他取名叫王天宇, 寓意上天赐予的天使, 想名叫柔柔, 寓意像他的母亲一样温柔。 1993年, 两人正式宣布结婚。 赫顺顺驾到台湾后, 并没有马上取得正式的台湾身份证, 他不能在台湾参加任何工作。 后来, 赫顺顺赫顺顺用了半年多时间写了一本书, 名字就叫《台湾媳妇大陆妹》, 没想到一面是就赢得许多读者欢迎, 在台湾卖了十余万策。 梁安琪, 1980年, 20岁的梁安琪去澳门找机会, 她一天打四份工, 白天做白领, 下班后去赌场做公关小姐, 教小孩子学跳舞。 很快, 梁安琪勾搭上香港地产富豪李宝春, 两人暧昧不断, 可惜好景不长, 由于南方家长的反对两人不得不分手。 1986年, 在朋友引荐下, 梁安琪出席一场私人舞会, 原本一场平平无奇的活动, 却因为赌亡何鸿燊的到来, 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 梁安琪抓住这个机会, 看到独作的何鸿燊, 很快上前聊了起来, 并成为对方的舞伴, 跳得非常卖力。 很快, 梁安琪被何鸿燊安排在赌场当照访文员, 后来何鸿燊找到梁安琪, 不仅要娶她过门, 还承诺她将是何家最后一位太太。 1989年9月, 又18岁的何鸿燊和29岁的梁安琪宣布结婚, 梁安琪被正式封为赌王四姨太, 此时离她来澳门打拼, 不过短短9年, 婚后梁安琪一口气生了三男儿女, 稳住了自己的豪门地位。 方怨, 方怨出生于安徽吾湖的某个小村, 17岁时离开家去大城市上海开始做公主梦, 2008年, 长相甜美的方怨还曾经参加过上海的沙滩宝贝大赛, 以谋求进入娱乐圈发展, 不过虽然当时她的成绩还不错, 但是也没有如愿成为明星。 两年后, 她发现做网红不错, 于是于2012年登上贵州卫视的相亲类节目非常完美, 在节目中, 方怨承认自己非常花心, 之前谈过六次恋爱, 每一次都是需要男方包容。 随后, 方怨还推出了一套尺度很大的写真集, 一下子获得了许多宅男的关注, 后来她又带来了一组小野猫式的写真集。 有传她正是因为到香港拍摄这组写真集时结识了天王之一的郭富城, 但也有人说是因为方怨用自己做模特赚到的钱与人合资开店, 因此结识了郭富城。 但无论如何, 方怨还是于2015年正式得到了对方的官宣, 从此一跃成为天王嫂。 在这之前, 郭富城与名魔熊戴玲曾经痴缠七年之久, 最终她留下一句鞋子和不合脚的言论, 了接了此段感情。 方怨结婚当年和两年后分别为郭富城生下了女儿和儿子, 人生凑足一个好字, 何奥儿。 何奥儿在体操界的确是有着不小的名气, 这不仅仅是因为她高超的技术, 其实她的外在条件同样是非常出众的, 为此还被许多的人称为体操界第一女神, 不过后来的她很快地就宣布退役了, 并且凭借着自己出众的外在条件, 跨界进入了娱乐圈。 原本何奥儿家庭是比较富裕的, 父亲更是一家公司的老总, 只是后来因为做生意失败, 父亲的公司破产了, 甚至付了不少的债。 后来在父亲的介绍之下, 何奥儿认识了一位大自己51岁的富豪林建明, 那时候二人还是以干爹干女儿相衬, 之后随着感情愈发的深厚, 选择了在一起。 二人在一起之后, 借着林建明的实力, 何奥儿父亲的债务也是逐渐的还清, 之后更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借着林建明的手重新崛起之后, 何奥儿马上就选择与林建明分手, 这让他受到了不少人的吐槽。 之后的何奥儿很快地就找了一个 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男朋友。 在1990年完成舞蹈戏课程后, 黎兹重返娱乐圈, 直到黎兹接拍《倚天屠龙记》, 才算是真正意义上走进了观众的心中。 在香港年度收视冠军金之欲孽中, 黎兹迎来了事业巅峰, 然而, 眼看着事业蒸蒸日上, 2007年黎兹在拍摄完《珠光宝气》之后 却突然请了一年的假, 随后在这部剧热播时, 宣布全面退出娱乐圈。 在新影后不久, 黎兹便宣布了和富豪马严强的婚讯, 婚后黎兹为马严强生下了三个女儿。 其实在遇到马廷强之前, 黎兹也交往过几个男朋友, 不过都没有走到开花结果那一步。 第一任是漫画家黄玉郎, 他比黎兹大21岁, 和黄玉郎在一起之后, 小小年纪的黎兹经常以皇太子居。 两人在一起的第三个年头, 黄玉郎突然不告而别, 黎兹急得四处寻人, 最后才知道黄玉郎是要跟前妻复合了。 心灰意冷的黎兹, 后来又交往过牙医, 公司老总等人, 不过都因为性格和布兰而分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